我要兩個 渣男星座獅子 暴力傾向 剛剛大家都有沒講到暴力 我這個是 其實剛交往的時候 它就已經有一點點那個跡象 比如說我們吵架 它會先從家具開始 會摔是不是 會摔 然後會垂 我們常常家 我們家的家具是會 冬凹一個洞 吸破一個洞 我覺得它很壯 對 它就是也有練 然後動不動就 就把那個牆打穿一個洞 那我那時候還覺得 我那時候覺得很Man 然後它第一次就是 因為它第一次是哪一個東西 它就丟過來 然後丟過來的時候 就砸到我的頭 然後我那時候痛哭 因為那是那個腳腳這樣咔 然後我就哭了 然後就這邊就瘀青 然後後來和好的時候 還跟我說 其實我是要丟妳的旁邊 但我沒想到我丟這麼準 剛好丟到我的頭 然後我就想說 然後妳就相信 對 我就相信 也是有道理 我就覺得好有道理 而且妳還怪自己 妳怎麼沒有閃貴 下次又有禮畢 所以我就相信他 所以我就原諒他 然後因為他們家是 有兩層樓的那種 所以有樓梯 然後我們也是在樓梯 炒一炒 他就這樣掐住我脖子 把我釘在牆上 然後這樣掐 然後我那時候真的覺得 我自己快死了 然後後來就是 也是炒完和好之後 我就說 妳剛剛掐我很可怕 他說我是怕妳 我要掐別人 可是我就這樣 我一直要穿旁邊 到妳旁邊的肘 有旁邊的肘 不是 他就說 我就看妳摔下去 然後妳還生氣 真的要掐住脖子 這樣子把妳抓起來 要不要我太激動 就在那邊然後就摔下去 我寧願掐死妳 也不要妳摔下去 對 我就說我把妳固定住這樣 然後我就 對 有道理 我也相信他 直到有一次也是壓垮 然後我最後一根稻草 是因為也是我們在 趁拳 出身 趁拳 不是 打臉 摔到四十歲的領域 這樣打過來 沒有理由 沒有理由 然後就是也是 他先摔家具 就拿那個電風扇 他就拿起來摔 一拿起來先打到上面的電燈 然後電燈就玻璃這樣 就碎了一地 我就覺得很可怕 我就說我要跟妳分手 他說妳要分手是不是 然後因為我們那時候 有養一隻貓 他就說那貓妳要怎麼辦 我說貓我帶走 他說不行 把貓殺死 我們一人一半 好可怕 他就說他要拿殺 然後把貓就是砍成一半這樣 一人一半 然後我嚇壞了 神經病 他神經病 然後他就把貓拿起來 就要往地上一摔 往那個玻璃的地方 對 往玻璃的地方摔 然後我就飛撲 跪在那個玻璃上去救那隻貓這樣 然後我的腿 這裡就是很多那個小疤 就是跪在那個玻璃上 那時候我抱著牠 我想說我一定要離開牠 我會死 我會死 然後我就奪門而出這樣 然後我就再也不敢回去了 牠認為牠的嚇唬妳 可以在那個時候讓妳心生恐懼 然後就願意留下 可是牠不曉得這個恐懼 就是此後再也不能跟你 再也不能跟你在一起了 所以通常暴力男 牠們就會 一次比一次更暴力 一次比一次恐怖 對 牠會覺得這一次沒嚇到妳 那就是力道還沒有很夠 下一次再用妳 好想牠是貓摔玻璃 牠不是把貓往樓上丟下去 還好你已經分開了 對 下一次就是妳跟 摔家序 牠真的是摔妳 自己身邊好朋友的故事就是這樣 他的男朋友就是會摔家具 會抓牠的頭去撞牆這樣 然後他有一次就是 那個指甲翻起來 因為牠滑倒 然後就牠踢到那個桌腳 桌腳就整個指甲翻起來 然後就大流血這樣子 然後我們去報警 我很生氣 我還好我離牠家很近 因為我聽到牠在大哭 我就趕快跑去 結果一打開我就看到 我沒有看到那男的已經跑掉了 我看到客廳都是血 我就趕快帶著牠去醫院 牠那個指甲翻起來 翻起來要整個拔起來 然後要盯一個洞 然後這樣縫這樣縫 我看到這個好心疼 然後我們就要去報警 警察就說這個沒有辦法 因為牠是自己踢到 牠說妳是自己跌倒 我說那要怎樣 要那個男的真的 揍牠 或者是真的給牠堵了 這樣子 牠就說對 那時候就來不及了 牠就說我們 我們也不能備案什麼的 這個我們很難處理 就是妳一定好像出事情才可以 那時候都沒命 後來那個男的要來恐嚇我 一定的 要來弄我 通常這種家暴的那個 就是家暴令下來以後 他們可能會更憤怒 然後報復的機率就更高 好恐怖 我那時候一個人 我助理都會把車開到那個 那時候家裡的車是停在對面 所以對面牠要開過來的時候 我告訴你 那時候家裡都不敢化妝出門 那是誰化妝出門 對 妳覺得妳是比較安全對不對 第二個 另外一個是 應該有教訓了 偏評 有 偏評就是 繼私職之後對不對 私職之後 OK 約曆 約曆 約曆沒有這樣做 但這個比較好一點 沒有打我了 這個比較可以接受 妳這樣就是兩態舉起金 她就選一個比較輕 妳不會打我 那就嚴格好 如果妳外遇還好 不要打我就好了 不要騙我錢 不要打我 這個就可以 他們 不行 你看 他們因為天秤座的個性 就是人人厚 然後不懂得拒絕 對 然後他就是 我們也是在一起四年多 就是還滿久的 然後他就是標準的 就是人家覺得很高很帥 很有錢這樣 然後有一次我也是在 我們兩個在睡覺 我突然有個聲音說 去看他手機 去看他手機 然後我就趁他睡覺 妳現在在講 妳應該怎麼會這樣 人家是個小貴 我跟妳講 女人就是有莫名的 一個直覺的直覺 沒有告訴妳 我覺得女生 真的覺得有問題的時候 其實女生要相信 而且我覺得射手的直覺 是超級超級的久 因為我平常沒在看他手機 那一個晚上不知道為什麼就有 然後我就趁他睡覺 然後就這樣看 然後看完之後就是 因為我以前那是智障型手機 所以他如果把三組的簡訊 他會到一個紀鑑備份 所以我就看到 他就說 他就約他的前女友說 妳要不要來我家看電影 然後他前女友就來了 然後我那時候一看到簡訊 我第一個反應是肚子好痛 然後我就先去拉完肚子之後 然後我就離開他家了 然後他後來發起來 發現我不見了 就一直打給我 我就跟他說我看到簡訊了 他就說 那個就是來我家看電影有什麼嗎 我跟他真的沒什麼 就是看電影而已 然後我就想說 好 應該是真的 所以我就後來又回去 然後我們又和好了 然後就這樣反反覆覆 我就發現他很常晚上不在家 然後妳就一直拉肚子 我就會像偵探一樣 開始盯著他的手機 盯著他的臉書 盯著他的MSN 就是會一直這樣盯 然後只要我發現什麼 我就胃好痛 然後他就是晚上不在家 然後有一次被我發現 就是朋友告訴我說 妳跟妳男朋友是不是分手 因為我在夜店看到他 傻眼 然後有女生坐在他的大腿上 就是很清熱這樣子 妳們是住一起嗎 沒有住一起 但偶爾會去他的家 然後他就會跟我這樣講 我想說 他都沒有跟我說他去夜店 然後就常常開始找不到人 然後還會去跟女生打麻將 然後我都不知道 然後最誇張的是後來 就是我們有一次 他又帶一個女生回家過夜 就有發現 我就說 妳為什麼帶一個女生回家過夜 他說 因為那個女生住南部 她來台北沒有地方住 她沒有錢去住外面嗎 對 我又說 她沒有台北的朋友親戚嗎 對 為什麼硬要住妳家 他說就沒朋友 沒錢就不要上台北 對 人家來著 對 我就是讓他住 然後他睡房間 我睡客廳 我們是分開睡 這有什麼嗎 我想說 合理 合理 有道理 然後我就好吧 就算了 就原諒他 一直到後來是 他受不了我這個行徑 因為我就會一直這樣每天查 所以他跟我分手 我就被甩了 我被甩完沒多久 妳被劈腿還被甩 對 我就被甩了 然後我就跟他說 不要 我要跟你在一起 他就說 我想要工作 我現在第二季 要好好工作 對 然後跟我分手 大概不到一個月 他就跟他的前女友複合 然後我就很氣 結果他前女友還私訊我說 其實我們那天看電影的時候 就有幹嘛了 那個就還要跟我們這樣下來 我就很氣 所以他就跟那個前女友複合 複合大概一個月之後 那個男的又私訊我 因為你變他前女友了 你現在變前女友了 他就變前女友了 他又約我 說你要不要來我家看電影 他是一個喜歡前女友的人 他想幫你們玩弄 以他的鼓掌之間 他就是歷任前女友 都變成他的那個 浩宇 他只是喜歡前女友啦 他是喜歡前女友 他最愛的就是前女友 他就是電影 他一位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